哈喽,在视频前你大阿加午安 我是军松,欢迎来到酒店后盘坛JS Property 今天来给你们做一个公寓介绍 这个公寓我告诉你不简单 今天我来到是 Nusa Duda 这一边 Lee Rich 的一个 Apartment 你们可以看得到我身后这一边 它是算是一个几年大概是一个十年里面左右的一个公寓 但是它外表是保持到特别的新的 待会我会进去先拍 Facility 给你们看 然后我们才进去看屋子 Let's go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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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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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都样化 一样 抓上去的不会拆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的右边跟左边 右边是他的第二房间 我们来看 第二房间因为是两夫妻 而且也没有很多儿女 所以这一边 你可以看一下 他把它做成一个更衣式的空间 这边假如你把这个地方 当然你有很多衣服 你可以效仿他这样做 他有很多的衣服 你不要的话你把这个拆掉 你放一个床柜 这个空间可以的是允许的 只是上面可能有点高 可能就是给你的比较大的孩子等等 都ok的没有问题的 这里有摆了一个书座 看得出他比较喜欢读书的一个habit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二房的大小 我们来看主人房 其实这一间屋子 整件的大小让我有surprise到 就很像我住在lander的一个感觉 你看这个主人房 这些船当然他会搬走 我要给你看的是他的格局 然后你看他这边的大小 他的气和墙子 其实算是蛮新的 真的 你们会在想 二所的屋子会不会怕有成就的问题 放心这间是没有的 真的是没有 我们一进来 就如同在视频中你们所看到的 这样子的柴棺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都是已经是你们在肉眼上所看到的 然后这边有自己的一个厕所 我们看看 厕所这一边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主人房的厕所 他有做了一个房 一个干湿玻璃 然后里面就是浴室 这边空间 你可以看到这边 他放了蛮多就是个人用品 大概拍拍就好了 他这一边就很足够给你放个人用品 这种洗衣露 刮鬍子的泡沫等等 这些都是放得到没有问题的 而且外面这一边呢 放得到一个梳妆台 看到吗这个空间 假如呢就是这边你不要放树双台 你放成一个衣橱 连到碗连上去的话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啊 这个空间是允许你这样做的 整间进去呢就不会很压迫 就是那种要锁起来走的那种感觉啊 不会的 整间是很大一下的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介绍完房间跟客厅 我们去到你的老婆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厨房 厨房这一边呢让我有种小看支架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一进来呢这边你看它的墙壁这一边呢都黏了这种墙子 很明显是有保护到啦 而且这边Tabletop上下呢都是做好好的 你可以看得到Solid的啊 OK 然后这边最主要呢要给你知道什么 来我们来看这一边 看连挂衣服的这种呢都是给你Electronic的 OK 自动的啦 这边呢你只要按一个Stop OK 这边就可以挂衣服啊 当然这个东西呢也会留给你哦 这间屋子它是三加一房嘛 我们来看一下加一房先 OK 我们大概来看看啦 因为它的东西有点多啦 只是呢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到啦 摆了这样多东西还是依然费得下的 没有问题的 假如要放一个Single bag可以吗 勉强是可以的啊 勉强是可以啊 当然如果在厨房旁边的话 当然像效仿它这样做会更好的 做一个置物房 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看 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厕所 但是呢两间足够它们用的 所以把它做成另外一个置物柜 你看到这个主人呢是比较喜欢QQ的东西啦 有Mickey Mouse等等啊 里面是有马桶的啊 不懂你们看不看得到啊 它真的是有马桶啊 只是呢空间太多了 它们也用不完 所以呢就没有用咯 就放在这边咯 OK 这边呢我们一起来出来看看 所以咯这整间的情况呢也是给你们看到完了 我来给你们梳理全部相亲 今天呢来到哪里给你介绍这个公寓 这个公寓呢是在Nusatuta这边的D Ridge 很少人会卖 而且呢这边是算是一个比较里面 比较安静 而且呢是它的观景比较美的 就如同它刚刚你们所看到的啦 所以这个公寓呢它是三房 三架一房跟三侧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一边它的 它的后面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一下 我来到这边做Ending 会更美啦 三架一房三侧FREE HALL 然后呢是一个永久力气的一个 property 它的 property呢是FREE RENOVED的 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些 Partial Furniture 啊等等 都是会留给你们Face and Fitting 的 它不会带走啦 1195sqft 然后呢它的Maintainment fee 每个月大概是400亿左右啦 很low density 一个block呢只是有18间左右罢了 然后一层呢只有8间罢了吧 你们可以看得到 假如呢就是夏日啊在这边呢 可能坐住你种一些你要的东西 然后呢在那边喝个咖啡 我觉得示范你的情绪很重要啦 所以这间公寓呢是要卖你多少钱 这间公寓呢是要卖你500千 这边我相信这个屋主是卖了一个很合理的价钱啦 当然如果你对这个公寓有兴趣的 你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我可以给你更多的详情 甚至是呢我们可以限下一个时间来看这个公寓都没有问题啦 就你们在新山草舍买卖猪翻产的你都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我是军松一个认真为你介绍无子的男人 所以今天的分享视频也是到这边 喜欢看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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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